2018年女排式锦赛结束了负赛首轮比赛 中国女排有今无限三比零击败胎国队 这样一来依然在小组占据积分榜第三的位置 在六强争夺中占据主动 女排式锦赛结束小组赛后 所有积分贩入负赛 由于每个小组多达八队 最终只有三个出现名额 因此每一支球队都不能带满 之前取得全胜都塞尔雷亚 美国、意大利、荷兰也都继续高歌猛进 取得了六连胜 继续在各自小组占据有利位置 单轮比赛最大的冷门 当属巴西女排输给德国 当然 巴西女排原本就不是在一组前三的球队 因此此番势力 没有影响积分榜的形势 俄罗斯女排虽然也取得了胜利 但是中国女排确保了了一个3-0 这样一来 俄罗斯女排丢5局的劣势 依然让她们在积分榜处于第四的位置 目前中国女排所在的F组积分形势位 意大利6战全胜拿满18分 美国6战全胜两个三个二拿到16分 中国5胜1负鸡15分 区分比4.000 俄罗斯5胜1负鸡15分 区分比3.400 泰国3胜3负10分 土耳其3胜3负9分 阿塞拜疆2胜4负6分 保加利亚2胜4负6分 中国女排想要出现山路六强 局势已经非常清晰 目前来看期待俄罗斯与美国要链子很难 中国女排需要在下轮拿下阿塞拜疆 然而对着美国与俄罗斯的时候 至少赢一场就能够出现 当然还 有一种情况是连环套 中国女排能够拿下的比赛 尽量不要拖到第五局 事实上对于美国与俄罗斯来说也是一样的 拿下中国 即便输给意大利 他们也能够出现 感谢观看